王全人,又,前妻为首都客运千金李晶晶。 资料照娱乐频道综合报道, 红人集团总裁王文阳长子王全人结果两次婚, 和首都客运千金李晶晶曾有过一段婚姻, 目前和女星麻衣陷入婚变风暴中, 两人正处于分居状态, 但最惨的不是这两人, 而是女星钱柏余,钱柏余当年以百严安一名闯荡娱乐圈时, 在2006年邂逅王全人, 当时他还砸重金热情追求, 他则陪王全人到英国念书, 那年王全人把钱柏余捧在手心上, 连母亲陈静文为矮离世时, 他也以准媳妇身份出席告别时, 钱柏余和王全人有过一段情。 资料照 中天提供 没想到王全人父亲 红人集团总裁王文阳对钱柏余不甚满意, 嫌他学历太低, 要王全人和钱柏余分手。 后来钱柏余跑到英国找王全人时, 他随即以一句 我应该不会跟奶结婚或素斩断恋情, 让钱柏余难堪反台。